身为万寿之王,属虎人自然有他们独一无二的本事,能在众多竞争者中突围而出,成为领导者,首先工作能力就不会差,其次在人群中能做到征服人心鼓舞士气,是每个公司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。 只是属虎人容易骄傲和自大,有点点成绩就狂妄自大,不过这个缺点吃点苦头之后,他们自然就记住不犯了。 而且近了十月属虎人事业猛进,财运暴涨,有望在二十三月内一步登天,自己开店当老板,赚钱赚到停不下来。 属虎人的朋友有助难得的天赐良福,在龙气的呵护下,有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。 因为性格豪爽大方,身边有不少义气之交,能在关键时刻住属于龙人一臂之力。 加上十月属龙人浮运临头,财运花开。 红运当空的属龙人财运如暮春风,尤其是在进入十月之后事业上有贵人提携相助,富贵更是滚滚而来。 所以十月后属龙人风光富贵,红福齐天赚大钱。 对于机智的属鼠人哪行哪页有什么赚钱的路子,他们一清二楚。 还有能趋利避害的第六感,聪明的属鼠人想要做成的事情从来没有失败过。 可能是顺风顺水这么多年,属鼠人有些懈怠,懒得动脑,这几年成就都不大。 幸好十月到属鼠人财运转向,事业心也重了几分,不然也不会有机会在十二中脱颖而出,成为佼佼者。 尤其是进入了暖洋洋的十月鼠鼠人可以大展拳脚,放心大跟一场,只管赚钱就好了。 鼠猴的人在历经了去年惨淡后,从穷到一毛钱都拿不出来,到如今要啥有啥的好运气,也是苦尽甘来。 尤其是十月后属猴人的财运高歌猛进,对他们来说,是一个财博丰年,注定是要发一整年大财的。 若能虔诚信奉本命佛大日如来菩萨,十月后属猴人的冲进和大运相合,必定能一望百顺意兴隆事业腾飞,横财无处不在,到时候就真是遍地捡黄金,处处有钱拿了。 属猴的人十月大运比较平稳,上半年财运会比事业运更为突出,虽然没有升职加薪,但属猴人的财运能一路高歌。 尤其是在十月后属猴人必撞上不少横财,尤其是喜欢买彩票的属猴人注定能收获不少的好运。 属猴人若能虔诚信奉本命佛牵手观音菩萨,十月后财神会找上属于属人的家门,加上属猴人的赚钱本事,注定好事成双,弯腰就能捡到钱。 很多人都觉得活的质量与金钱息息相。 钱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活的质量,手里钱比较富裕的时候,可能会经常下馆子或者去旅游。 但是有一段时间,由于资金短缺,我们可能在这一段时间每天与泡面度。 但是,无论如何,我们应该过好当下,满足现在的自己。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,在十二里面财神爷最喜欢的,一辈子不缺钱花,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 属狗,属狗的朋友身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踏实,在性格上他们不仅稳重老实,而且敢于承担起责任,并且能够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。 在工作上他们做事情永远都是最扎实,最有保障,最有质量的那一个,而在活中他们也是小心谨慎,注重细节的那一类人。 这样的他们即使在这一中没有太大的运势,他们也会有很好的成就,更别说他们的命里自带财运,不仅钱财满当,而且活还平稳幸福。 属机,属机的朋友性格,自带自信和冷静,同时又非常有活力和机制,他们做事情永远都有自己最明确的目标,并且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计划, 不会胡乱没有目的地去前一件事,因此在他们的命当中,任何事都有条有理,不会出大问题,会有稳定的赚取财富的途径,并且能够维持自己的物质活条件,活不缺钱财。 属兔,属兔人比许多人都更有谋划,活力十足又勇于拼搏不怕困难,虽然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执拗的性格吃点小亏,但大多数时候都有好人必又能够安稳渡过难关,这一他们的活还算比较顺利,而工作上又会有许多发大财的机会,衣食无忧。 属兔,要知道属兔人对财富的嗅觉可是很敏锐的,别人发现不了的财富他们总是能够透过表象洞悉到其中的门道,另外属兔人也是出了名的会精打细算,懂得理财的他们永远都不会缺钱花,可以说天就是跟金钱十分有缘的那类人。 属猴,行动力超强的属猴人想到什么好点子就一定会去尝试,尽管结果不一定每一次都如自己所料想的那样,但他们这种敢于面对挑战感冒险的精神,还是让他们在财富路上领先了一步,况且属猴人平日里就养成了储蓄的好习惯,永远对未来的变数做好了万全的打算。 属龙,贵人运很好的属龙人似乎总是可以借助一些外力为自己牟利,这全都源自于他们平日里正派的卫人,这样的卫人处是为他们带来好人缘的同时,更可贵的是一些机遇的涌现,相对于大部分人,属龙人的选择更多,也有了更宽广的人路,相应的财气自然也不会少了。 属虎,虎年初的人本就能力不俗,更让人称道的是他们还异常勤奋,努力又有天赋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被命运所刻薄,更重要的是属虎人还是一个仗义大气的人,朋友有男他们一定鼎力相助,家人寻求帮助他们更会力所能及地贡献自己的能量, 这样的属虎人得到的不仅是更多的财气,还有深厚的福德。 属狗的朋友,属狗的朋友身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踏实,在性格上他们不仅稳重老实,而且敢于承担起责任,并且能够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, 在工作上他们做事情永远都是最扎实,最有保障,最有质量的那一个,而在活中他们也是小心谨慎,注重细节的那一类人, 这样的他们即使在这一中没有太大的运势,他们也会有很好的成就,更别说他们的命里自带财运,不仅钱财满当,而且活还平稳幸福。 属鸡的朋友,属鸡的朋友性格,自带自信和冷静,同时又非常有活力和机制,他们做事情永远都有自己最明确的目标, 并且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计划,不会胡乱没有目的地去前一件事,因此在他们的命当中,任何事都有条有理, 不会出大问题,会有稳定的赚取财富的途径,并且能够维持自己的物质活条件,活不缺钱财。 属兔的朋友,属兔人比许多人都更有谋划,活力十足又勇于拼搏不怕困难,虽然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执拗的性格吃点小亏, 但大多数时候都有好人必又能够安稳渡过难关,这一他们的活还算比较顺利,而工作上又会有许多发大财的机会,衣食无忧。 马,马的朋友,为人坦荡,有包容心,特别有拼搏精神,很有财运,不论做什么都能赚钱,做事情超级有魄力,身边总有很多追求者。 未来三个月,事业一望百望,财运开花,可谓是神来期望,同时必须重视,挫折只是暂时的,不会苦一辈子,相信梅花相自苦寒来,经过不断的奋斗,往后有福享有钱花,被好运包围,努力奋斗,必将有所成。 如果懂得适可而止,凭借个人的努力闯出一片天,运势持续一路绿灯,人畅通无阻,会有财神爷关照,爆发指数报表,数前数到手抽筋,活腹的流油,再搏了。